今天你要是敢打我,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,别以为我好欺负,你这个窝囊废妈宝男,自己没脑子吗?什么都听你妈的,那你娶什么老婆,难怪会离婚,我也真是瞎了眼,会相信你的话嫁给你,有本事你朝我肚子上打。 你这个嚣张跋惑的女人,你爸妈没教育你怎么遵老爱幼吗?我是你婆婆,你竟然敢推我,真是长本事了,别以为你怀孕了我就不敢动你,你信不信我让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这女人的不肖行为,我还要去你娘家找你父母,看看他们教育出来的女儿是什么货色。 赶紧去,谁不去谁孙子,你这个老东西,你以为我是你那个钱儿媳吗?我可不像他那么好欺负,你要像和他一样欺负我。 没门,他耍了吧唧的为了所谓的面子,逆来顺受,让你们欺负了这么多年,就这样,你们还觉得他不好,逼得他离婚。 我告诉你,我可不是好惹的,我的宗旨就是有仇报仇有怨抱怨,你敬我一持我敬你一照。 很简单,要是不信,你可以放马过来,我就不信治不了你。 你要是不怕丢脸就去宣传,你去我也去,我把你的恶劣行径告诉他们,看看人家到底是站你那一边,还是我这一边,到时候估计你都不敢出门了。 你的恶劣行径大概也只有你能做得出来,有哪家婆婆巧过儿子儿媳妇关系,只是儿子打儿媳妇的,你别忘了,你儿子已经是二婚了,你是不是还想让他来个三婚,反正我无所谓,只是后悔眼下嫁尽你们这样的人家。 还有,你不是说要去我娘家吗?走,我带你去,只要你不怕被赶出家门,你就尽管去。 丢脸的是,你不是我,我巴不得你去找我父母,这样我还多了我爸妈两个帮手。 一时间,婆婆懵圈了,她骑虎难下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她没想到眼前的儿媳妇根本不怕自己威胁,反倒自己还被她拿捏住了,这时儿子李浩说话了。 小云,行了,试可而止吧,你俩这是在比谁厉害吗?你就退一步吧,我妈年纪大了,我怕被你气出个好歹来,吃亏的还是自己,你也为我考虑一下,我家在中间左右为难。 小浩,你眼瞎了吗?明明是你妈在向我挑战。我真没想到你还是个妈宝男,当初你追我时各种好听话,还得我保证是绝不和你妈住一起。 我这才嫁给你了你,婚后三年,咱俩确实也过得挺幸福的,因为中间没有你妈的掺和。 可自从你妈来了以后,这个家就没安宁过,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。我就不明白你为啥让你妈过来,你是嫌咱们的日子过得太安宁了吗? 这是我儿子买的房子,我想来就来,你有什么资格管我?你要是看不惯我,可以回娘家去住。 呵呵,我凭什么要回娘家?我既然嫁给了你儿子,这里就是我的家,我要是说不让你住,就不让你住。你非要赖在这里,我就跟你耗到底。 小云,别吵了行吗?我头都大了,你别这么过分了,我妈来咱家是来照顾你的,你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? 就是,我好心来照顾你,你却不知好歹,不领情就算了,还逼着我离开,要不是看你怀孕了,我才懒得照顾你。 我让你来照顾了吗?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,照顾我是借口,实际上是想拿捏我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?谢你的话,诸多上述。 儿子,你看看你这媳妇,嘴巴噼里啪啦的,娶个这样的老婆回来,我迟早要被她气死。 气死就对了,我又没让你在这里受气,你可以回你老家去。事情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,你想让我服你,那是不可能的。 我自己有个性有原则,可不像你这个妈宝男儿子,凡是没主见没原则,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真是后悔嫁给你儿子。 我们还后悔娶你了呢?你以为你了不起吗?你就是个败家娘们,把我儿子的工资都拿走,就给了他几百块生活费,他白天上班,下班回来还要做家务。 你嘛,除了吃就是睡,还时不时的要他带你出去吃火锅吃麻辣烫,你是钱多没地花了吧?我儿子在你手里也真听话,对你唯命是从,你真把自己当太后了。 那你让他别娶老婆啊,一辈子和你住一起,让他听你的话,这样也就不会来霍霍别人了。 现在既然娶了我,他就得听我的,要么你让他和我离婚。 再说,你儿子他自己乐意,爱你什么事了,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,这几年来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,也没感觉怎么不好啊。 他挣的钱不给我花,难道还要给外人花吗? 你的钱儿媳像个保姆一样伺候你,可结果呢?你还是不满意,到最后被你搅得离了婚。 现在你又想来搅和我们的生活,你到底安得什么心?人善被人欺,你这种人就是不能对你太好,对你越好,你越得寸进尺。 你儿子也是贱,他就喜欢我这样对他,我那么难讲话,他还是心甘情愿伺候我,所以说你们母子俩都一个得心。 真是气死我了,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,我能让我儿子离一次婚,也能让他离两次。现在我来了,他只会听我的。 没关系,我又不怕,你希望你儿子离两次变三婚,只要你们不丢脸,我无所谓,不过话又说回来,我和你儿子从认识到现在也有五年了,这期间的青春损失费你们要补偿给我的,不然我不会轻易离婚。 我说过,我有仇报仇,你如果非要逼着我们离婚,那你这辈子也别想好过,我反正还年轻,耗得起。 可你呢,黄土都埋到胸口了,我倒要看看咱俩谁斗得过谁,你儿子这辈子就打算做光棍吧。 我看看有谁还敢嫁到你们家,他谈一个我脚一个,你就等着绝后吧。 我要让他们知道你儿子是怎么成了三婚男的,这辈子只有你们母子俩一起过了。 哼,你以为我怕你啊,把你甩了,让我儿子再把我前儿媳娶回来,他真的比你好多了,至少他听话,从不会和我顶嘴。 他和我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呢,就冲这个,他也一定会回来的,当初他本来也是不愿意走的,只要我一句话,他立马回来。 你这老太婆也太自以为是了,你还不知道吧?人家现在已经住到城里去了,早就有了男朋友,自己还开了个店,你要是不怕挨揍,就尽管去吧。 有本事,把他从男朋友手机给夺回来。 妈,别闹了,我和前妻早就不可能了,就算没有小鱼,我也不会再娶她。 人家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,估计他现在里都不会理你。 上次我想见孩子,他都不让见,我听说他现在的男朋友很有钱,开了个公司,不是咱们惹得起的,你就别没事找事了。 你还是男人吗?你妈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帮一下,这么大的男人居然还怕老婆,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。 这女人有这么厉害吗?我还就不信了。 不需要你信,事实摆在这里。 以前你儿子有你摆布,结果导致离婚,如果现在你儿子还和以前一样,除非他还想离婚。 你儿子现在学聪明了,要不然打光棍的可是他。 难怪我公公一年到头都不回家,家里有你这个母月差,谁愿意回来。 看来我公公还是明智的,我真想不通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。 我想想都替他憋屈。 儿子,给我撕烂他的嘴,马上和他离婚去,我一眼都不想看到他。 别大吼小叫的,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。 只要小号愿意,我立马签字。 但有些事要说清楚,首先,你们要赔偿我青春损失费,这个孩子我也会打掉。 当初结婚时,你们给的彩礼不许拿回去,还有这套房子一人一半,你们自己好好算算应该给我多少钱。 你想的美,房子是我儿子买的,凭什么给你一半? 忘了告诉你,当初买这房子时,他为了让我放心,也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诚意,他瞒着你,加上了我的名字。 不信你可以问小号,到底还是不离,你自己斟酌一下。 我是不会离婚的,妈,你能不能别消停点,你把我的婚姻当什么? 我就是喜欢小云,我不会听你的,你还是回老家吧。 你在这里,我的婚姻迟早毁在你手里,小云他都已经怀孕了。 难道你舍得打掉吗?你不想要孙子了吗? 我要是再离婚,还有谁会嫁给我? 你要知道,我已经三十多岁了,你真想让我打一辈子光棍吗?那咱家就绝后了。 母亲愣了半天,她没想到儿子居然这么做,可是到如今,自己倒向被孤立了,儿子也不听自己的话了,那就等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,也许真是个男孩呢。 算了,我不和你计较了,我不想让我儿子为难。 你说算了就算了,这是什么道理?你想怎样就怎样吗?这是没这么简单就算了。 那你还想怎么样?我都说不计较了,你还蹬鼻子上脸了。 呵呵,你这老太婆我要是不给你一点教训,你是不会改的,以后绝对还会有类似情况发生。 小云,算了吧,我替我妈向你道歉,明天我就把她送回老家,以后自然也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。 我会好好弥补你,好好爱你的,行吗? 嘴巴谁不会说,你们得做出行动。 你妈一直以来就想生个男孩,万一我生的女孩,她又会来闹,我今天把话放这里,无论生男生女,你们都得无条件接受。 过段时间我就不能工作了,你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,所以得给我一笔钱,我知道你妈她没有存款,这样吧。 我也不要多,一个月给我五千块钱,一年六万,一次性父亲,身边有钱,我才有安全党。 不然还有就是,以后你妈不许插手我们的生活,如果再有下次,我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。 婆婆虽说心里一万个不答应,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? 关键儿子不站在自己这一边,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儿媳妇的要求。 朋友们,你们觉得这个儿媳妇做的对吗?